停下停下前面有个人站在河边好像想不开 我们去看一下 哎呦 你干嘛的 不好意思啊妹妹 你你在这边干嘛 这这风啊 怎么了 我是看到你站在这河边啊 下面是河嘛 挺危险的 所以我路过这边问一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你才想不开啊 你把我手机撞上去了 在哪里啊 哦这样子啊 那我去给你捡起来好不好 你去捡吧 好的好的好的 哎妹妹 我把手机给你捡上来了 你看一下有没有损坏 你看换得那么大块 哦不好意思 开不了机了 开不了机了 你看嘛 哦要不我们去前面站上找个店检修一下吧 你们是不会是坏人吧 没事的就是 我是来这边旅游的 然后路过这边 然后看到你在河边嘛 本想来一个英雄救美呀 没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 行 看你们也不想坏人 走 好那走吧走吧 那我车在这里上车吧 好的 好 哎妹妹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二妹 二妹啊 今天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你弄坏了 没事 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站在河边 没有就是心情不好 然后呢 站在那吹吹风 哦这样子啊 我以为你是想亲生的 怎么可能 本来就是心情不好 在那吹风 没有的被你吓一跳 手机摔坏了 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你摔坏了 那也没事 就手机本来就挺旧的 哦 那要不去前面 我请你喝杯奶茶 然后 看看就说 如果有手机店开着的话 等一下给你修一下 好吧 行吧 好 那走吧 走吧 哎二妹 今天不好意思啊 把你手机给弄坏了 没事 这个手机本来就旧了 然后好像刚看了一遍 就刚我换 手机批你换 哦 那不好意思 没事 今天怎么 一个人站在河边了 因为就是跟我男朋友嘛 准备都要结婚了 都财力都给了 然后今天看他手机 把他出轨了 还跟我最好的归宁 哦 这样子吗 对 然后我就跟他退婚嘛 然后他就说 要赔双倍的财力 然后今天还跑到我家人了 这样子啊 我心情不好 就站在那边去 吹风而已 哦 那你确定不跟他在一起了吗 肯定不能了 哦 出轨了 哦 那没事 你等一下回去嘛 明天白天我去你家里 呃 帮你想想办法 因为我们那边的话 呃 不需要赔双倍财力的话 我们这个习俗就是这样的 那 那如果不赔会怎么样 不赔 他们肯定就会一直来呢 哦 然后之前习俗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 上班该习的 哦 那你等一下还是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想回去 因为他可能 现在都在那边闹着呢 不回去了 哦 那那怎么办 你带下面这儿没有 对了 那要不等一下 你去找一个宾馆住吧 明天白天我开车送你回家 可以吗 行 那你先喝一喝点奶茶吧 也平衡一下心情啊 没事 好没事没事 哎妹妹啊 呃 要不你就住这里吧 哦 行 要不你把身份证过来 我我帮你开一间房 没事没事 我自己开就行了 没事 因为我把你的那个手机膜给你弄坏了吗 就当我是赔偿你的 嗯 没事 你太客气了 我自己开 那 没事 你身份证给我 身份证给我嘛 来来嘛 给我嘛啊 那我就帮你开吧啊 哎妹妹 哎呃 我这边房给你开好了 这是你身份证拿好啊 那个 房卡的话就在前台 你直接进去就行了 嗯 谢谢你们 他麻烦你们了哈 没事没事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 那拜拜了哈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啊明天我中午过来接你啊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